电视剧娇羊抱我官宣杀青了,在发布杀青特辑后,这一杀青话题便直接登上热搜榜第一。 话题讨论度更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突破了一亿,而且还在不断上升中。 话题下大部分粉丝都是在为为肖战送上杀青祝福。 肖战是言之与实力并存的顶流响声。 一部剧只要有肖战在,就有流量,只要有肖战在,剧就有质量保障。 只要有肖战在,这部剧就一定能火。 不过这部剧除了肖战,女主角也是不容小觑的。 她是一位出道多年的实力女演员。 虽然有过一段绯闻,但这并不影响她的演技。 这位女演员就是白百合。 也许你还不知道肖战和白百合已经不是第一次大戏了。 在《周妖季儿》中饰演永宁村的一只小妖。 当年的肖战还是一个跑龙套的。 就在宣传海报中也是海报编编的小人物。 不过这次剧中,肖战饰演男主角盛阳。 是一位出入社会的新人,白百合饰演简兵。 是一位业内知名的广告导演。 剧情开始于一家餐厅的偶遇,一位刚结束婚姻。 一位等待爱情不过的两位陌生人就这样遇见后展开了一段奇妙。 浪漫的爱情与成长之路。 简兵和盛阳相互陪伴,孤立和治愈。 共同成长,健身情愫。 可现实中还是会面对身份,阅历上的差异。 家人反对职场流言色气,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彼此。 放弃这段感情,而是把未来交给了时间。 三年的时间让两人成长蜕变。 他们把太多的第一次献给了彼此。 他们彼此之间的信任,让他们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兜兜转转,再次走向了对方。 肖战在娇羊抱我杀青之后, 与以往一样发了一篇告别杰色的博文。 这应该算是肖战一直以来的习惯。 咱俩兜兜转转还是相约了。 一直觉得你很亲切, 就好像某个平行世界里那个在着我绘画梦想的设计师乐计划 蕴含了太多的含义。 90后的肖战在未进入娱乐圈之前, 他也是和普通人一样按部就班的读书、上学、工作, 从事着自己所学专业的设计师。 他一直都是一个非常上进的人。 在设计师中也算是小有名气。 当他在从事了几年的设计师工作后, 有了新的憧憬, 决定转行参加选秀。 转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需要莫大的勇气, 因为谁都不想抛开已拥有的从零开始, 所以特别佩服他当年的勇气。 就这样他参加了2015年的选秀节目燃烧霸少年, 在节目中表现也很出色, 加上女生俱来的帅气的外表, 更是为以后的事业打响了第一枪。 就在2016年9月28日正式以X9少年团主创的身份出道, 此后他也是不断的学习和辛苦的付出才让他在哦。 《我的皇帝陛下》中饰演的北腾默然一脚正式斩露头脚, 真正让大众熟知和开始关注他, 是在《陈清令》中饰演《魏无限》这个角色开始的。 不过他的演绎道路并不是一帆分身的, 他一路披荆斩棘才成了今天的顶流。 他的经历和《娇阳伴我》中饰演的盛阳有着相似之处,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本色出演。 所以肖战很是感慨。 不管怎样,我们都很期待这部剧能尽快和大家见面。 最后我只想说,努力才是衍生的常态。 他能够成为娱乐圈的黑马, 靠的绝对不仅仅是他的颜值。